這個地方的話新增就是用那個A傳遞一個參數 來去改變這個地方add 然後把後面的東西加到 我們的那個section的那個物件裡面 幫我們存放起來 那存放在哪裡呢 那個類別裡面有個成員的 變數就是它的屬性 那一些相關的變數就會存放在那裡面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 比如這個新增的 那我要修改裡面內容的話 那我就是在改按個更新 那問題我怎麼更新它呢 這邊就按下更新 這個動作呢你會發現它會自動幫我把這個數字加上去 然後面的金額也更改 那實際上這後面的動作 主要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流程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回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然後一步一步來看 這個頁面第一個 當我按下 更新的時候 各位可以發現 除了可以用Session物件 傳遞一些資料之外的話 另外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我們可以插入什麼 在那個 我們的表單裡面 有一個叫做隱藏欄位的功能 那所謂隱藏欄位就是說呢 在這個上面 有一個所謂的隱藏欄位 可以暫時存放一些資料 不讓使用者看到的 這個上面有個隱藏欄位 各位稍微找一下 有個隱藏欄位的功能 應該是隱藏 隱藏欄位是 隱藏欄位 會有個隱藏欄位的功能 這個可能要找一下 那裡面的話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隱藏欄位 主要的用途就是 我可以暫時 當 網頁載入的時候 我可以暫時存放一些資料 在這個隱藏欄位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這裡面的話 我放了兩個隱藏欄位 這兩個隱藏欄位 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個 這裡面的話有一個 隱藏欄位 叫A 它的值叫update 我要update喔 OK 也就是按下它 我要做update 再來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update什麼東西呢 那我勢必可以先把什麼呢 把這個 數量的東西 先暫時 先隱藏在這裡 到時候的話呢 我就傳遞 這個數量過去之後 再把它加加上什麼 就是把它更改成 這個上面的詞 然後後面的金額 再把它變更 OK 所以會有這種 隱藏欄位裡面 隱藏一些東西 那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呢 一樣怎麼樣 會有個summit 送出 這個表單的 表單裡面的這個action 就是 再丟給什麼呢 丟給add to cut 這個這個這個 add to cut 這個php 那我們丟過來東西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就有update 因為我隱藏欄位 告訴 我們這個動作裡面 需要用update 然後呢 並且告訴它一個數量 數量 數量是多少 所以呢 利用後面的地方的話 我去把 它 因為它可能 不只是一筆記錄 可能好幾筆記錄 然後去抓裡面 丟過來的那個 陣列裡面 它的數量是多少 然後呢 在這個數量裡面呢 再利用add Edit item 這個方法 去把裡面的 數量的更改成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個 就是 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欄位裡面的東西 就是這個 數量裡面這個 這個裡面的話呢 有沒有 QTY 刮弧 那把它更改它 那利用誰去更改呢 利用這個 這個類別裡面 有個方法 叫Edit item 利用它幫我更改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可以一連串 把它做更改 比如這個數字的話 5 它原來是3嘛 那你按下更新的話 它把3更新為5 並且做什麼呢 把後面的數量 做變更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 運費 就會是總金額了 利用這樣的方式 做 一個 變更的動作 那再來是 清空的動作 清空的話呢 點下去之後的話 會傳遞一個什麼 Empathy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個 Add to catch 這邊有一個叫Empathy 然後把裡面的清空 那清空的方式的話呢 實際上 各位可以發現在 我們的class裡面 也有個叫Empathy 所以你往裡面找Empathy 那Empathy做什麼呢 實際上就是把裡面的相關的詞 歸零 歸零 然後這個地方的array的話 把它再丟一個array給它 也是裡面空的array 這樣的話呢 把裡面的東西清空 清空 清空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回到 我們的首頁的地方清空 那就會是空的 一進來的話 檢視購物車 它就會跳不過去 點進去的話 因為裡面是空的啦 所以也沒辦法點過去 所以利用這樣的流程的話 那我們可以 把這個地方呢 做一個 其實主要不是針對資料 不是針對Section 刪除的話也是一樣 按下刪除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面一樣會傳遞參數 那這個參數的話呢 它是一個叫remove remove 然後呢哪一個 哪一筆記錄 所以傳過來之後的話呢 按下刪除 這筆記錄就刪掉了 刪掉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的部分 一樣是 按一下這一個 刪除 那裡面的話呢 會把哪一筆記錄給刪掉 所以傳過來 add to cut的這一個 會 轉移到 remove這一個 那remove這一個的話呢 會載到我們的 類別裡面 去找到 刪除的這個方法 在這裡 它一樣呢 把裡面的東西清空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 返還一個 最後update的 一個total 刪掉的 部分的金額 那update的這個 金額的話呢 實際上在下方 這邊有個方法 它實際上呢 就是把 現有的金額裡面呢 再計算一下 total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最後的金額 就是金額 再加上運費 就是 最後所有的金額 那返還回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顯示出 正確的金額 所以這個流程的話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在 把這個細節的部分呢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是 更新 清空 跟 刪除 OK 那最後一個結帳 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喔 非常安慰的